大家好,我是谷爱玲 我想在这里和大家讲一下 我前天赢冬奥的时候 第三跳1620这个动作 我想和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我在网上看到了好多不同的解说 然后有的是正确的 但是也有很多不正确的 所以我就是想和大家在这儿讲一下 我第一跳做的1440是右转的 然后这个是我今年在奥地利询连学会的 我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女子做这个动作 在比赛中我们看到了一个 法国选手做1620的动作 这个他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做这个动作的 这个是他上个月刚学会的 但是我的1620和他的1620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所有人转的时候都有一个方向会相当容易一些 就想右手或是用左手拿筷子 所以对我来说我往右转是更容易的 所以我选择挑战的1620是往左边的 所以这个就等于是用左手用筷子 用左手拿起来 这个1620 我以前往左边转的动作最高难度是1080 那个是我第二跳中挑战的动作 所以我做到1620的时候我是加了540度 我这个在训练中从来没有试过 在气垫上也没有试过 蹦床上也没有试过 所以我当时说这个是历史上第一个 有人有女子做到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的意思是这个是反向的1620 她的1620是正向的 我的1440是正向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反向的1620 所以我等于是两个方向转了1440以上 希望大家听得懂 而且大家看一下我的冰灯灯帽子 是不是很可爱 我边上还有那个北京2022 你为什么要做这一段的一段时间 我给你做薄斗子 让我倒震吧 我给你做薄斗子 你为什么要做薄斗子 就不做薄斗子